B潭的不是紅衣小女孩 是白衣女生 為什麼呢 那麼有一次 B潭不是有很多船家 在租那種鴨子船 還是租一般的讓人在那邊划船 那麼有一次兩個女的船翻了 結果溺水 結果這個租給人家的船東 這一位理性船東 他就趕快過去把人給救上來 救上來以後晚上 他說在睡覺時鐘像真的一樣 就是在夢境但像真的一樣 有一位穿白衣服 粉紅色長裙的女孩子 罵他 在夢中裡面罵他 我等一兩年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可以抓交替的時候 你來迫害我 然後我要讓你日子難過 我要讓你的家人不舒服幹嘛的 然後在網裡面 他就跟他說我是救人 救人一命如造七子一糊塗 所以我是救人 還在改歲 不是說就一大堆 跟他說很久之後 他說好 那你要答應幫我伸冤 你答應幫我伸冤 我就幫你說 你腦部有沒有 你等一下拿一杯水 拿一杯水 去給你媽媽 否則你媽媽就危險就對了 就醒來了以後 他心裡想說 結果沒想到他的媽媽真的不舒服 他的媽媽非常不舒服 他拿了一杯水下去給媽媽 要媽媽喝 媽媽一開始不喝 到後來對不對 還是因為看他們兒子 就跟空氣講話 所以後來又不舒服 所以後來把他喝了 喝了以後還真的就好了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女生常常在夢裡面給他托夢 各位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在夢中有說出他的名字 他姓王 他有說出他的名字 然後他大概是兩年多以前 在壁壇這個地方 顧著那時 扁下去 逆斃 但是他在夢裡面 這個女生跟他說 我不是自己意外逆斃的 是我男朋友幫我推下去的 他嚇了一跳 他說你要幫我伸冤 然後你要去找 當時負責承辦的刑警 那後來他就先跑到壁壇派所去報案 跟人家查這個 但你怎麼跟人家講說是托夢呢 但是那個警員一聽 這我幫你查一下 真的找到了這一位流姓的刑警 流姓刑警說 我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當時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案子怪異 為什麼 他的男朋友跟他一起告尊 翻了 女朋友掉下去 你要做什麼動作 叫人啊 叫人啊 是不是這樣 然後要不然就把船罰上來 你要做什麼動作 趕快請船東去報警 結果他這個團家說 當時警察跟團家說 當時不是這樣 他男朋友還先來退租 把證件拿回來 然後做了一些很奇怪的 然後才去報案 才叫我們報案幹嘛的 所以警方來了也要幹嘛 但是因為你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證據啊 所以後來明知道詭異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 就用意外溺斃的方式 把這個王姓林子給結案 那麼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這位流姓刑警 有去公廟裡面 認識一個塞夫 其實那個塞夫通常這個 這個案情都差不多 那個塞夫要進去廟裡面 那個塞夫說 董咧 你後面有一個小姐 你先擋一下 先擋一下 你有什麼事情 這小姐 他的意思是塞夫跟他溝通說 他是冤死的 然後就跟他講出來 講出來以後 這個刑警不信也得信啊 你知道嗎 原來的目的就要跟塞夫說 塞夫就知道我後面 對一個小姐有沒有 穿白衣後面 裙子是粉紅色 後來他們想盡 就這樣子一直脫膜 一直幹事 用盡了我們當時的科學的辦案方式 沒有辦法破這個案 後來這個女孩子在脫膜的過程當中 跟這個理性的傳統說 他現在這個男朋友運剛好上翁的時候 所以我不怪你 你有幫我就好了 有一天突然間之夢 你沒有跟他講 謝謝你啊 這大哥 李大哥 謝謝你啊 這些日子來 你有幫我 謝謝你 那我要去投胎了 所以這段時間來 我要給你保佑 這段時間謝謝你啦 謝謝你有伸張正義 但是呢 他的男朋友有一天一定會受到報應 他來講說 戒槓 碧壇發生翻覆事件 一個女性淹死在裡面 所以呢 這個就是當時 在碧壇所真正發生過的一起託夢的故事 而且人事實地物都有 師傅帶著所有人拿香祭拜 接著來到車子四周 用進水金爐前後左右來回念咒語 因為鬼門開 很多車主趕在這之前要完成 進車以示 買新車加上避開鬼月的人 讓高雄五廟出現排隊車潮 祈求神明保佑行車平安 另外有民間習俗 認為鬼月不宜 辦喪事火化 更傳出高雄冰衣館疑似 冰櫃不夠用 火化需要排隊的狀況 冰葬處強調冰櫃夠用 明後年也會持續增加 也強調會積極宣導 破除十月的明星 我們來看看呢 伊朗新總統就任呢 特別請來的貴賓 他的貴賓是哈馬斯的領導人 哈尼亞 沒有想到呢 哈尼亞居然在這裡被暗殺了 而且暗殺之後 很多的細節逐一揭露 我們才發現到 原來哈尼亞 他連睡覺的床 都有特殊的機制 人倒下去的時候 準備暗殺他人就會知道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那麼今天晚上 台灣說是鬼月開始 有沒有鬼月 有沒有鬼 我不知道 但是從現在開始 中東沒事情不要去 為什麼呢 美國跟法國已經警告 他所有的國民 那麼從現在開始 沒事不要進入伊朗附近 為什麼呢 因為為了哈尼亞在伊朗 去參加伊朗總統的就職典禮 那麼直接被炸死這件事情 這一次我相信 這一次絕對規模比上次還要大 而且一定是好幾度併發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當然依照以色列的個性 你敢供我 我就回去報復 所以以色列跟伊朗 這兩塊這兩個國家對不對 不會輕易化解 一定會很嚴重 那想當然而油價 國際油價一定會漲 金價一定會漲 一定會這個樣子的 那很多股票 這個要非常的小心 那麼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哈尼亞的行程 一向是非常隱秘的 早在兩三個月之前 那麼哈尼亞對不對 他所常常他到伊朗去 所以顯然你看 顯然情報戰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住的地方 他習慣性來德黑蘭 都住這個地方 是 已經被鎖定了 那鎖定了以後呢 他的保鏢一開始是說 他的保鏢出賣他對不對 結果搞了半天 他保鏢的手機已經被 這個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是不是以色列的相關的情報單位 給害進去 那警戒而來還有伊朗人 來信通話鬼 為什麼 因為其實早在兩三個月前 已經把炸彈悄悄送進去這個民宿裡面 然後裝在什麼地方呢 各位 哈尼亞死都不知道自己會為什麼死的 因為他的床 下面就是炸彈 然後他的引爆器就是他的枕頭 那為了要確定投訴的人是哈尼亞 這個民宿其實是伊朗革命衛隊 那麼表面上是民宿 事實上是伊朗革命衛隊保護的 所以他們還取得哈尼亞的頭髮 進行了相關的鑑定 鑑定是證實是他 然後再把這個炸彈的引爆器裝上去 炸彈早就在床鋪對不對 所以這個引爆器會辨識頭髮是誰 也不能這樣講 有這麼厲害嗎 不是這個引爆器辨識頭髮是誰 而是確認了這個頭髮是哈尼亞 哈尼亞確認了以後就正式 我相信他之前引爆器 還沒有裝到這個枕頭裡面 後來裝進去了 裝進去以後 你是不是一刻以後 可以設定大概多久以後引爆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枕頭髮 為什麼 臺灣發生過一模一樣的 臺灣有個不孝子 為了要謀奪相關的家產 曾經把炸彈裝在媽媽的枕頭 然後再引爆這個枕頭 砰 炸死 你知道嗎 只不過你們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這樣而已 所以事實上他這樣弄了以後 這恍然到原來搞了半天 你仔細看那個民宿的爆炸 不太像是外面的飛彈打進去 你知道嗎 然後炸開的不像 到比較像是裡面引爆炸出來的 那個兩個炸的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終於知道 人家的情報戰早就幾個月 都已經把你摸到 那以色列到現在不承認 美國說我不知道 那以色列不承認 不過他們在慶祝啊 他們一直在慶祝 他們情報單位非常高興 都要慶祝 所以人家認為就你幹的嘛 你只是不承認而已 但是就你們幹的 不然你們慶祝高興成這個樣子幹嘛嘛 那除此之外呢 這對中共也是一大打擊 為什麼 中共這些年以來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要取代美國跟俄羅斯 成為中東的代理人 很簡單 我中東我說了算 然後我可以 我老大說話 我可以約 他甚至於還跟哈尼亞 多次簽訂相關的北京宣言 結果無幾包 你簽訂了 同樣被暗殺 這個是最近才簽的 對 同樣被承掉 承掉之後怎麼樣 就表示你沒有 你根本就你簽也沒有用 為什麼 跟你簽的人我把它做掉了 做掉以後跟你簽的人有什麼用呢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 就已經支持巴勒斯坦 那時候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提供包括財政武器等等 那麼其實在這一次的 這個相關以色列跟哈馬斯之戰裡面 他們也沒有站在挺這個以色列 雖然他們跟以色列 中國跟以色列是有邦交國的 但他們挺的是巴勒斯坦跟哈馬斯 那哈尼亞呢 身價有人說他身價32億美元 那麼非常有錢 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卡達 他有13個孩子 那麼可是呢 其實在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他有三個兒子跟四個孫子呢 就在這個 比如說相關的家廚的附近呢 被炸死 就沒想到 他一直 他在卡達都沒事 就到了德黑蘭 反而提供了這個 謀殺的單位呢 一個機會 竟然會在他自己跟伊朗 認為最安全的德黑蘭 直接被謀殺死亡 好 這起事件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也是個不小的打擊 中國狹把手伸進中東 北京先人員簽了沒有多久 沒有想到呢 當事人就這樣子 這個被暗殺身亡了 另一方面 中國也幾度想把手伸到委內瑞拉 甚至呢 委內瑞拉總統大選 涉嫌作弊的過程裡面 很多民眾走上街頭來進行抗議 這中間委內瑞拉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也甚至被死板民夫解讀成什麼 解讀說呢 你這個國家如果走 親中路線下場就是這樣 GDP本來是台灣的三倍 現在呢 錢變壁子了 怎麼回事 這個現在在委內瑞拉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有大批的民眾上街 去抗議他總統大選的結果 因為他們之前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現在的這個總統叫做馬杜羅 他是宣稱說自己勝選 你在畫面上面手錶 這不是去參加奧運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其實就是上街 去抗議他這個馬杜羅 那因為原先人是密密麻麻 對啊 而且你看比跨年還誇張 大家拿著那個旗子 我先講他不是在歡慶 他們是在抗議 那因為原先起源局的結果的時候 是他認為是說反對黨應該會贏 結果馬杜羅出來的時候 沒有沒有結果是我贏了 後來被指控說 你是根本就是篡改 整個的選舉結果 所以一大堆這個民眾上街 你知道 那因為上街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講說政府應該有維安部隊 或幹嘛 結果也被懷疑講說 你是不是依靠這個所謂 外國勢力禁 因為像他們其實有媒體去拍到 就像畫面這個有沒有 鎮暴警察之前 他們要出勤之前 不是都會有這個 什麼情錢教育 結果說有這個長官 在做情錢教育的時候 被拍到裡面其實有 不是穿著警察制服的人 看起來像個軍人 然後又被指控說 那些沒有穿警察制服的人 他上面的這個背章有沒有 居然有個孤魯頭 就有人講說 這幹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就講說 瓦格納 他的那個什麼孤魯頭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對於當局來講 因為他的民眾大規模在抗議 那這個抗議 其實這個要從 這個不是只有最近才出現之後 他對他的政府不滿 這個要從馬杜羅前一個總統 叫做查維茲開始講 因為剛剛主持人講說 中國試圖要把手伸去 我跟你講他早就伸進去了 原先美國跟這個所謂的委內瑞拉 在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兩國的關係其實很好 結果一九九九年 查維茲當時剛當選到總統的時候 他決定走一條路線 叫做什麼你知道 叫做親中反美 這個名字常常聽到 他走親中反美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跟美國其實關係 不用這麼好 你跟我們八滴八滴 美國可以給你的 我也都可以給你 那時候可能查維茲 就覺得說好啊 你今天有人要給我就跟你背人 死貨幹嘛的 結果你知道嗎 原先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其實委內瑞拉很好 你知道嗎 當時的人均GDP 是八千三百塊美金 如果跟同期的臺灣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相比的時候 臺灣當時只有兩千四 因為出醬油嘛 你出醬油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本來是很富有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查維茲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不是要輕鬆反美 我就開始跟美國關係都斷掉 然後一直到二零 這個二零一二年開始 因為他一九九九年到 他是一九九九年到二零一三年的任期 在他任期最後兩年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叫做委內瑞拉危機 這個危機就從社會經濟跟政治 一直有的同胞 你知道 大家都開始不爽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的二零一二年 開始出現這個物價危機的時候 後來查維茲下臺之後 他就指定接班人 就是這個馬杜羅就是說 不讓他做總統 你知道到二零一一二年的時候 發生這個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整個危機大爆炸 為什麼 他的物價上漲 你知道多少 百分之八百 百分之八百 然後你說物價上漲 真的有賺對不對 沒有 我跟你說 他的經濟蕭條百分之十六 還有一個經濟跟人的體重 會成正比 為什麼經濟 大家不得吃 體重就來就來 你知道 二零一六年的統計 百分之七十五的委內瑞拉民眾 他的體重下降八點七公斤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平均每一個人 平均體重再跌五公斤 要減肥 你可以去 你就知道一直往下跌 你知道嗎 好 結果後來不是馬杜羅接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總統對不對 他們其實按照你剛剛講說 石板明夫有歸納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他基本上他就是說 極度的親中 親中你跟美國關係斷掉 我覺得還有一個最壞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們的政府欠錢是沒關係 我現在賜資有問題 欠錢 我跟你說 欠錢有什麼問題 那銀行我們自己拿 錢自己引 它就因為大量的印 你知道太多的那個現象 所以你剛剛在畫面上 有看到一個民眾 為什麼在那裡抓錢 如果想到馬路上去撿錢的 也可以到委內瑞拉去 錢就過了 錢不值錢 都稍稍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出現 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 好 那問題來了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說 馬杜羅 現在不是去抗議 我跟你說馬杜羅 現在人去台不知道 有人說他走走去 你知道嗎 問題是因為中國大陸 當時總計這幾年裡面 給了這個委內瑞拉 有一千一百三十億的美金 信貸跟援助 這樣真的這個政權 從這個地方 過了又大翻 因為馬杜羅的講法 都是又是萬惡的美帝 在那裡惡搞我 他還點名馬斯克 你知道嗎 都也是你們這些人 敢不倒進步 但問題是 如果他的政權都垮台 中國大陸之前援助給他的 你怎麼打水票 全都拿不回來 就跟史里蘭卡一樣 你叫我還錢 我錢沒有猴子 金絲猴還你行不行 要命一條 這是中國的大撒幣 現在這個在委內瑞拉 又發現了很大筆錢 恐怕拿不回來 再來看一下 奧運熱熱鬧鬧的登場了 臺灣跟中國氣氛真的是很不相同 臺灣就是溫馨祝福 然後很熱血的看球賽 但中國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中國打造一面金牌 據說要七億來打造 同時連豬肉都還要搭飛機空運 成都地方的豬不能吃 都沒有想到這個中國運動員奪金 回國之後 有些人是狀況大不相同 大國之間的比拼 除了軍事 除了商業 其實運動場也是 北京有一個大爺 他最近就看奧運 他看一看就說 哎呀拿了金牌又怎麼樣啊 我的孩子還是找不到工作啊 那現在中國的工作 現在出現了兩大危機 第一大危機是什麼呢 叫做進入社會的危機 他們現在很多的大學生 高中生學校畢業之後 到整個市場來找不到工作啊 據傳現在的失業率 在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四之間 結果現在要出現了第二層的一個危機 為什麼呢 他們三十五歲以上的人呢 已經算是失業有成了 對不對 相對薪水比較高 結果現在中國 因為工作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砍三十五歲的人 好多人說 天啊我三十五歲就沒有工作 未來要怎麼辦呢 所以北京的大爺 他就很無感 但現在跟各位談 我們常聽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是不是一塊練武的料子 同樣的運動也是啊 那所以中國很多六歲的小孩 先來跟各位談 這些小孩通常是經濟比較弱勢的 後來做整個正職選手 正職選手如果厲害的話 就去比賽 如果不厲害的話 當總指隊 所以很多人那時候練羽毛球 練桌球都跑去中國 像那個日本選手都是 因為日本據傳 中國據傳 他們的桌球 如果說不要讓他們限制名額的話 他們可能一到八名 通通是他們 他們連練習隊都可以打贏 世界的一級球隊 但有些人真的是運氣比較不好 我們來看中國前體操選手 他叫張尚武 他在二零零一年奪下了兩面的一個金牌 厲害啊 可是到底是政府有沒有好好的來照顧他呢 這我們看不太懂 因為我們臺灣其實金牌銀牌銅牌 有一大筆的獎金 那也怕你亂用 所以你也可以領月退 就時間點慢慢慢慢領 可是這位張尚武現在在幹嘛呢 江湖賣藝 而且江湖賣藝不打緊 江湖賣藝的地方很奇怪 他居然在捷運上面江湖賣藝 對啊 我們如果去看那個片子 他就在那邊表演倒立啊 表演一些動作啊 然後前面放一個小碗這樣子 看到奧運金牌在那個地方 做整個江湖賣藝 想一想心中還蠻酸的 但沒有想到下面這個是更辛苦的 這個我們跟各位講很多次 這個是叫周春蘭 發生什麼事呢 過去共產國家 他們在所謂的高技術水平的 很多的事情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好 例如說像籃球 例如說像整個吉他的沒有辦法 但他們體操 舉重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這個周春蘭 他就是做舉重的 那舉重的時候 他們說他十六歲進去體工隊之後 他們就給他打了很多的所謂的 男性荷爾蒙 那打了很多的男性荷爾蒙完之後 他第一個他不能夠生育 然後第二個他到老了之後 第一個嚴重的男性化 不能夠生育不打緊 中國北方他們喜歡叫搓大澡 所以他到老的時候 真的是世子也過不下去 人家什麼去工生 他就去澡堂幫人家搓澡 這是他的結局 這是他的結局 這是周春蘭的一個結局 所以他們後來中國他們有說 中國百分之八十的運動員 退休後 因為小時候有沒有讀書 沒有啊 讀一二年級 大概字也認識不太多了 所以沒有文化 也沒有技術 都很難所謂的謀生 所以運動過量滿身傷 都成為所謂的一個殘廢 這個是中國 他們常常出現的運動員 這個算是所謂的運動傷害 但沒有想到中國最近有一件事情 讓大家給嚇了一跳 中國這次的游泳隊 劇船插雨而歸 那為什麼呢 他們就說怎麼這樣搞的 法國他們劇船 整整十天當中 被他們進行了兩百次的藥檢 鎖定他們 對 就搞得他們頭文眼花 所以他們的挖王 也沒有表現得太好 然後他們的挖後 好像劇船只要拿到第三名 但這件事情真的太扯了 日本隊呢 想不到拔倒就去 發生什麼事呢 奧運馬術比賽呢 突然間中國隊整個資格被取消 發生什麼事呢 讀事訓練員吃藥 各位連馬都吃藥 馬也吃藥 連馬都吃藥 中國隊的馬匹遭到吃禁藥 然後吃了禁藥之後 後面就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連馬都吃禁藥 所以後來把中國隊的 整個所謂的取消 後面地補上去的是日本隊 所以日本隊呢 他們後來就去做馬術比賽 但中國呢好的選手 當然可以飛黃藤島 但很多人 更多的我們看不到的是 他們辛苦 例如說有人還要江湖賣藥 有人還要戳藥 所以台灣 我們好好的照顧運動員 絕對是對的 好 當然是體育是國力的象徵了 那麼中國在這個往前走 希望變成強國的過程裡面呢 奧運金牌也是他們指標之一 沒想到拿到金牌 居然還有人 最後的下場是澡堂裡面 幫人家戳備 北韓的狀況呢 北韓每次只要參加 國際型的比賽 要是有這個成績不弱 預期大家都會開玩笑說 哇會不會被抓去勞改啊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次北韓在這個選手村 也特別被關注到 但有些國外選手會覺得說 他們這是神秘的部隊 怎麼回事 對沒有錯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次東京奧運的時候 北韓沒有派這個隊伍參加 那這次有派 這次去了人數不多 但是到目前為止 拿到至少兩面以上的銀牌等等 那他們的選手村呢 住在選手村裡面還有其他國家 但是跟南韓差了大概二十幾公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連吃飯都沒有跟公開大家在選手村裡面吃飯沒有公開亮相就對了 受到很嚴密的這個也不知道是保護呢 還是監督就對了 不過也因為這個樣子啦 剛剛桂民講到說 北韓一直讓我們覺得一定要拿金牌 不然拿著牌會被勞改會被幹嘛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道理是真的假的 告訴各位 有世界盃足球賽還記不記得 有一次北韓 那麼那是北韓最慘的一次為什麼呢 那次他們有信心可以進入這個四強 然後呢 那麼進行了北韓 有史以來第一次的Live的轉播足球賽 結果零比七輸了 然後三場都輸 輸了一塌糊塗 回去又要怎麼辦 我覺得這些足球員都有非常 他們事先一定經過串供 他們在檢討會裡面 不約而同球員一致把所有的過渡 指向總教練 總教練指揮調度不到 最後總教練自己只好出來承認自己不對 他被下放勞改你知道嗎 然後呢下放勞改 所以是起來有志的 因為他不能講說 你們怎麼這麼你們這些球員怎麼這樣 我要把握自己說是我的錯 然後呢我下放勞改 你放心這些球員沒有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連一分鐘都沒有上場的這些球員在內 全部都給抓到軍隊裡面 進行思想改造勞改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到底會不會 會 不過那麼他們對於這個拿到金牌 拿到金牌的選手怎麼樣呢 不得了了 國家英雄 共和國英雄他們通常給的那個頭銜叫共和國英雄 頒給國家一級勳章 然後緊接著來包括英雄證書之外 還有豪宅還有名車 一輩子國家供養你 全中國都在鬧水戰鬧水患 習近平人點點不知道 因為他怕被人家暗殺 所以習近平不到那個有災難的地方去巡視 那你要知道金正恩 金小胖 還親自做橡皮艇 去巡視這個 等於栽區你知道嗎 做那個橡皮艇 許是栽區過程當中 真的真的 你看對面做兩個 他做一個對不對 平衡 你知道為什麼 他還被樹枝弄到 你知道這顆樹 這顆樹完了 這顆樹把共和國的大統領對不對 竟然弄到他的頭我覺得我們就在下場一定會被砍掉 但是他至少肯去巡視災區 而且他把這些那麼災區有沒有 洪水違反的地方的沒有搶救 沒有做好 水患沒有做好 提防沒有做好的 這些大官全部免職 那麼你就知道說習 這個習近平躲起來 但金正恩至少懂得做這個相關的 以平息民怨的一個動作 不過最近他有一段時間 那麼有減重 所以那個體重有向下來 最近又發現他那個體重不斷的要上升 保守估計應該超過140公斤以上了 而且他應該有三高的問題 所以高血壓還有高血糖 高血脂都應該有 所以現在那麼常常帶著自己的女兒 金正恩出來亮相 所以連女兒都成了國家朝鮮的 那個郵票上面的代表人物 所以會不會金正恩打算未來呢 他自己本身的女兒成為他的接班人 這也是大家現在在揣測的對象 好敏寬我們再來看一下 跟中國越走越近到底下場是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了伊朗 我們剛剛看到委內瑞拉 現在要來看泰國 經濟部現在出手這個有新的制度 就是預防中國的車子來台灣洗產地 過去泰國在電動車方面跟中國有一些合作 結果下場還真是蠻慘的 泰國他們的車子的一個革命是一九七零年那時候 他們用大帶小 所以包括了本田 包括了豐田 包括了林木 Suzuki 他們就到整個泰國去 所以在整個曼谷的最下游的地方 日本的三家大刑場帶著六百家的泰國的中小刑場 開始整個泰國的整個汽車 經過了五十年之後 到了二零二零年 泰國說開始進入了新世代了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新的一個架構 所以那時候他們利用東協官貿協議的一個架構 他們那時候就把中國引進進來 中國他們也老實不客氣 他們一口氣進去 他們說日本去三家 我們給兩倍 我們就去六家 所以比亞迪那時候帶著另外五家的公司 直接到日本 到泰國去投廠 所以現在就呈現了所謂的三輸的格局 所以第一個日本車廠輸 第二個泰國政府輸 第三個泰國的汽車廠 零件廠 他們也輸 但最近泰國人真的吃了這個虧之後 嚇到了 發生什麼事呢 去年比亞迪的車一台賣一百一十九萬泰銖 泰銖跟臺幣大概在伯仲之間 結果這兩年比亞迪的車坐太多了 比亞迪說好 我們要大降價 一降價之後降到連泰國人都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一台一百一十九萬泰銖 各位你知道他降多少嗎 不是降一層 不是降兩層 他一台跟你降三十四萬泰銖 打到骨折 各位打到骨折 現在全世界能源車就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麻煩 所以現在開始要怎麼辦 然後很多人就說 你們比亞迪做生意不可以這樣做 你做生意這樣做的話 我們整個泰國人會被你搞死 他說搞死是你家的事 他把全世界都搞死了 但中國最近有幾件事情也蠻糗的 我們先來看喔 三六零的創始人他叫周鴻偉 周鴻偉最近跟各位說大老闆 沒收半毛錢出來幫人家廣告 他說這個海歐門很酷 各位你放心 他一定有房夾的 結果下來 後面大海醫生啊 他後來夾下去做 夾婚你 怎麼防夾啊 因為這個海歐門 先跟各位說直接把他的手夾下去之後 他整個人用跳的啊 跳完之後後面你看情況不對啊 趕快給他冰敷 哇 就趕快給他冰敷 那這台車叫什麼呢 這台車叫做浩博啦 這台車在中國大陸算是高檔的電動車 他就義務去幫人家做廣告喔 結果啊的一聲後面就打冰對不對 打冰之後他就說 哎呀 我的手還好好的啦 這台車也不錯 硬誇 這個硬誇 後面就硬誇 為什麼沒辦法 就場子 可是畫面真的很尷尬 這第一件事情 那後面大家又看到了一個 二零二一年的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更詭異 中國過去他們不准騎那種排油車 我們臺灣那種塞油的 自動車都不行 他們都要用電瓶 電瓶沒電怎麼辦呢 你要帶到樓上去充電嘛 結果就有那個電梯啊 出現那個很詭異的畫面 一位大爺啊 他就拿著電瓶對不對 手上拿電瓶喔 結果突然間門關起來 之後不知道發現什麼事 閃燃 請跟各位說 他就閃燃 閃燃完之後後面呢 整個外面的人就趕快要去救他 各位你看 消防 整個消防器材也帶了 保全也都帶了 後面帶出來的時候 希望他能夠安好 真的是希望他能夠安好 那這個問題現在到今年的六月份 上海政府他們已經新的明文規定了 未來包括了電動自行車 包括那種所謂的充電式的電池 不准進電梯 他們現在中國最新的規定是這樣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很多人都想說能源車很棒很好 但沒有想到帶進中國之後 對很多國家都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 好 我一次 最近中國還有個大話題 就是說在中國其實你只要這個官拜中將退休的話 都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不僅是你的這個醫保的這個比人家高 甚至還可以怎麼樣 一路照顧你活到將近一百二十歲 沒有想到最近一位中將他早上運動 沒有帶身分證 無法證明身分 丁元既然完全不救治 就讓他活活等死 這位當政過軍長還有副司令的中將 這個叫官凱 廣州軍區 那個南州軍區的一個官凱 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在今年的七月二十一號早上 他在北京招那個招房區 他在騎腳踏車六點 騎腳踏車 就八點了 到了八點多 他的老婆 怎麼沒有回來 原來六點多 他已經被人家撞了 被撞就送到這個他們的醫院去 身上沒有手機也沒有身分證明 所以他老婆八點多發現 老公還沒有回來 他們住了高幹的那個 所屬的那個類似台灣的眷村 還比較高等一點 結果送到醫院裡面 撞的這個司機也還算蠻有道義的 把他送到醫院之後 怎麼錢 錢幾包 五千塊而已 醫院說沒有五萬塊 沒有五萬塊不救 管理是誰 結果這個就被人家講說 這個叫民航醫院講說 沒錢不救 目前不救的 你如果切得來過來 好 來 這跟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台灣 以前要有保證金 你記不記得 以前入院還要保證金 後來是健保的一個好處 好了 這個關卡到了早上六點多 然後到八點多 老婆發現的時候 到醫院已經四個小時 都沒有動作 沒遠救 等到他死 等到下午一點 驕嚴 驕嚴 那中共這邊也有發曝文 就圓什麼軍區域 再講一大堆 連他們的官員 連他們的高幹 沒有錢 就等死 這個沒有錢等死 在去年的有一個 不知道他是高幹 知道高幹 知道是高幹 會不會就不一樣了 器官移植 也都用青春的貌配給你 還有那個北京地址大學 有一個龍星宇同學 這個滿優秀的 他的母親說說 因為他也是有出現意外 就送到醫院去 才一千塊人民幣的醫藥費 拿不出來 醫院竟然讓他簽什麼 器官捐贈 現在你的器官 上次節目講過 你的器官是國有 不是私有 是國家的器官 結果簽了這個 所謂的器官捐贈之後 沒多久就死亡了 所以他母親一直提出這個 這個阿Q說 他的孩子不是 不是說因為意外死掉了 而是被醫院給麻醉死掉了 這個已經 去年還有發生一件事情 還因為曾先生 他到醫院去 是時候骨折 骨折沒有潛覆 醫院已經幫他打石膏了 準備要處理了 他沒有錢 沒有錢不要進來 就把石膏跟醫療的設備 把它拆下來 就是原本的線 總好的把它拆掉 你做都做了 就是中國 你看這是 這不是人 中國人 你們這不是人 好了 另外一個小蘇 這位蘇先生更可憐 他的兒子在 剛剛講那個是在 武漢的第三醫院 我在講的這個是 廈門的一個人民醫院 有一個蘇先生 他的兒子才三個月大 結果發生送到醫院去 三千塊的那個住院費 繳不出來 不好意思 三千塊 你沒給我我就沒救了 拜拜 兒子死掉了 中國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對於人命的一種叫做什麼 關鍵 十幾億人口 來 最近又發生的 八月一號通報的 七十三十號通報 因為七十二十號有四位 青春的肉退 十二歲到十三歲 說去那個南州 附近的這個永登縣 他附近有個大通合 他附近有個大通合 其實沒有水 沒有水 平常那個沙子就挖出來 當建築用 結果那個人家說 會不會類似那個沙子 裡面沉下去 家屬趕快通報 後來就有人跟家屬講說 你這幾個孩子 可能不是陷到沙子裡面 因為我們的國家的政府 規定合法捐贈器官 你這四個小孩 之前在我們的甘肅 就有好幾個小孩子不見了 所以現在目前 有很多的父母 今天很擔心 十幾歲到 還沒有成年的小孩子 這四個小孩子 已經確定 已經確定不見了 鼎鼎大名的民生鬼屋 是一棟八路客池 風格的建築 紅磚氣牆殘破不堪 全排四大鬼屋之一 成了不少遊客 造謀的觀光景點 地主有意要賣 上千名的農建地 和建物 開價將近七千萬 每年到了暑假 又加上農曆鬼門開 造謀民生鬼屋的觀光客 就特別多 近期家裡的房價 受惠科技業 有上漲的趨勢 地主希望有機會 能夠成交 民生鬼屋旁邊 還有一間特色咖啡廳 牆上彩繪的畫像 是各種軌彎 讓一些員工 一些朋友 一些想法下去做的 就是多一些彩繪牆 讓一些比較可愛的鬼 讓大家看了 比較不會害怕 咖啡廳已經開了15年 不少遊客來探險 都會順便來做做 而民生鬼屋 有沒有機會賣掉 咖啡飲業者也期待 希望未來的買家 能夠結合歷史文廠產業 讓這一棟充滿故事的建築 活絡地方經濟 最近除了這個水關要小心 還有三拔火 也蠻玄奇的 都發生在公廟 為止 這個我們臺灣有三大 這個背宮 就是這個土地宮 那麼大家所熟知南投 比較有名就是南投的指南宮 大家都會去拔 不會買去救急的 那麼八月一號凌晨 在中寮 中寮的這個 這個石龍宮 石龍宮發生了什麼 因為這一個這個宮廟 這個土地宮 以前我們說廟 有人說台語廟比較大間 廟比較小間 這間不大不小 它有個特色 因為它在二三十年前 非常流行 大家樂六合茶 大家報名去拔明白 所以其實荒交野外 乾脆都帶泡麵 帶泡麵去吃 結果這個那一天 剛好也有我們的信眾 在一面吃泡麵 一面這個 因為蠟燭被它火燒起來 要燒到正殿 但是土地宮 它不是在正殿的旁 它在它的位置比較低 所以燒到什麼 燒到金身的衣服之外 連胡鬚都沒有燒到 所以三尊的金身 好大事 好大事 所以現在目前 就有人講說 米家要吃泡麵要怎麼辦 很多我們的信徒是這樣 去到那裡的地方 自己不是牽油香 牽泡麵 去那裡自己拿泡麵 那這個遠在二十公里的 跟他交情得不錯的 我們的芬圓鄉的這個芙蓉宮 他們本身也是吃泡麵有名的 他說這樣 不得吃泡麵來我們這裡 我才一天有八百萬 你來 我就來幫你 來幫你服務 台中 就要說七次 我說七次 台中市政府 頂頭還有官 還有那個他的頂市 你又是行政院 錯 他的在我們台中市政府 有一個惠來禮福德池 他的右邊 就台中市政府 左邊就是市議會 我們台中市七次有分金磚四區 ABCD 他剛好就A區跟B區中間 中就是惠中路 你知道我們台中市七期 在這一個這個惠來 惠來禮的這個福德池 他現在目前五百坪的 戰地 身價多少 一百三百幾萬而已 十五億 十五億的土地 那他一整 來做土地公廟 對他初二十六 做行李都知道 李董都知道 初二十六 大家要先去拜拜 西裝鼻翼亭 大家不是都穿什麼穿的 都去那裡拜拜 那有一個同僚 剛好今年那個 初二頭月 初二頭月 這樣 人家說這個 點擊月牌 飛機腳墊 花枝招展 穿得漂亮 那天他穿衣去拜你知道嗎 他說既然說我要講不一樣 我做生意的 一般都會拜什麼 不是仙方塑膏 台地當然都有 他拜波斯頓大龍蝦 還有帝王蟹 那煮下去紅紅紅 紅膏恰恰恰這樣 那個紅紅的就 結果人家拜一般 你如果要拜土地公的 還是拜蚝蚝蚝 土地公邊還有一個蚝蚝 他的座齊 你去賣金錢給他 說我要拜土地公 他就給你穿大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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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叫他外用跟廚師傅 拆掉 這個土地公 這個福德池 他有一個非常傳奇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在這1999年 9月地震之前 就有很多建商在附近列地了 我說這七基是1990年 在開始規劃跟處理 兩年之後才開始成立我們七基 但很久了 就1999年9月地震之前 已經有建商列地 其中有一個建商大老闆 他就說澳洲開始要蓋了 結果剛才921沒辦法蓋了 整個土地十萬塊一百 十萬塊有兆 現在是三百萬你還買不到 結果這個建商是說 不就拚看看 他很堅信 他沒有跟他 那時候怎麼沒有到四十歲 兩個人就每天去那拜 拜說這關不過 只要走路而已 只要走路而已 好 剛才我們八公這麼堅持這樣 有兆 而且他真的是超級豪宅 我們台中前三大建商 好 那個像水一樣 我們台中市前市長 也有幾戶在那裡 結果這個建商他就講說 而且他做好幾個品牌 所以這個福德詞 我們現在補出之後 我給你報告明天才 開始有人要拜託了 附近本來的生意就不錯 他說剛才剛才五千人到六千人 所以說這個我們台中市七起的 這個是低調的 低調的福德 福德證審之外 我們台中市政府的市長 副市長 局處所長 如果剛才就投給買 那是他的關窟 他也會去拜就對了 會去拜 所以說 所以你說那個建商 就是常常來拜拜 結果過關 現在已經變成豪宅建商了 而且品質不錯 零可信其有不可信 尤其我們對八公 我們台灣人對八公是很堅信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精神 好這是七起的特殊的這個背光 再來看一下台商 台商到中國打拼離鄉背景 有沒有什麼方法 來增強自己的運術呢 居然有苗族的金蟬招財術 也有台商使用 在整個中國大陸裡面 當然最神秘就是苗疆的古術 那個從很多的金庸小說 什麼到處瓦鞋的 真的會聲會影 可是在現實當中 確實有這樣子的古術 有一個台商朋友 他在昆明做生意 那他就是到昆明之後的入境水俗的 他本身是拜觀音的 但他觀音的祖奉觀音之外 旁邊還會放一個小盒子裡面說 那就是他的金蟬骨 那他會去供養 可是供養其實坦白講 他說因為他們在供的時候 也是會用某些部分自己去交換 比如說他就是沒有指示 因為他當時就是在供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他一旦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沒指示 不過他基本上他也是不打斷生意 因為他的夫人在台灣 然後他在大陸在兩地相隔 他們已經講好 就是他們就是不要再生育 所以他也能夠接受 沒有指示這個事情 可是他就是要慢慢的 在當地生活也還不錯 就是整個生意都要起色 可是他一段時間之後 很特別就是說 他一段時間之後 那法師就會告訴他說 你這個可能的這個蟬 要把他嫁出去 我還在幫你再弄另外一個金蟬 讓你共 他這個他就要駕金蟬 那駕金蟬 以前他們駕金蟬 是要把那個蟬放在盒子裡面 旁邊放一些什麼珠寶手勢 把它放到路邊看有沒有撿走 但其實現在的很多 大家不敢撿路邊的東西 他們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是他們會直接強迫中獎 強迫中獎 他會把人民幣現鈔 直接幫你夾在車窗或站在車門 那你只要把 你看到你的車窗被夾了那個現鈔 或是你車門被夾現鈔 有人會奇怪 怎麼會沒事 我們會送錢 就拿了之後放起來 你只要把錢收了 那他就會被帶走 他就變成跟著你 那被跟走的那個人基本上 等一下是具體的金蟬就跟著你 還是一個想像的金蟬 一個想像的金蟬 他就會變成說你就是跟著 這個其實是有這個習俗 後來我一查發現 其實台灣十分這個地方 也有這樣駕金蟬的習俗 應該也都是從雲南這邊傳出來 因為整個這種古術 都是雲南是發祥地 好 這個是在雲南 那在雲南的下面泰國 我們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撿著金蟬回去的人會不會怎麼樣 那個他們法師說撿回去的人 他會有一段時間過得非常的不順遂 除非他有遇到相對應的這些法師 什麼能夠幫他化 所以下次看到車上撿的話 盡量不要撿 那個來路不明的錢 誰沒事會把錢放進了車窗 對不對 聽你現在沒什麼好事情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但是我泰國一個朋友 他就不是去養什麼古術 畢竟那個算是有點宗教迷信 他是去捐棺材 他有捐棺材的習慣 因為其實泰國曼谷有一個廟叫老虎廟 其實它叫做易德善塔 這個老虎廟當地是華人辦的 當地很多華人都會跑去捐棺材 因為那個廟是專門在幫助一些 窮苦的人 他如果過世了沒有錢 可以辦理身後事的時候 他們會去幫他做人生最後一個送行者 幫他收屍 幫他入鍊 幫他就是做法會之後 幫他超渡 然後火化 因為這個老虎廟的旁邊 就是佛寺跟火葬場 所以他們幾乎是今年累月 在做這樣子的功德善事 而很多華人在不順的時候 或是心情好或心情不好 有賺錢 有預知不好的時候 都會去那邊拜拜 然後就宣棺材 那你去櫃檯攪的錢 寫了你的單子之後 然後跟老虎廟拜完之後 你就把這個收據貼在棺材上面 像什麼貼上去之後 上面又會有你的名字跟你住哪裡 貼到他們貼上去之後 這些棺材就會有人被領去用 這個其實在我們台灣 台灣話叫做起大廚 我們幫忙人起大廚 幫他做生後事 他們就相信說 這些有被他幫助到的這些往生者 會回來給他幫忙 那這個我這個朋友 其實他的從以前跟我一樣 是在帶團當導遊 他慢慢的現在 到差不多20年的時間 他在曼谷發展 他自己有旅行社 有遊覽車 有餐廳 有購物商店 他有非常多的員工 他的年收入是破億的 營收至少每年賺1000萬以上 是沒有問題 那他到現在 認識他2030年 他就經常去捐棺材 我每次去曼谷 他都會問我 要不要去捐個棺材 我就被他帶去 所以我去 每次去也都是去這個地方 然後會繳錢 然後去捐 然後想說幫助人家 我覺得這個 就是有比較像我們華人的習俗 會去幫助這些貧困的人 農曆7月1號鬼門開 在3號晚上11點 許多民族專家也提醒 鬼月的禁忌要特別注意 11點過後 這就叫深夜 那你如果說在 平常是太陽下山 有一些吃場氣運比較低的人 那你就不要在這個時間內 特別到一些人煙稀少 或者是鬼神多的地方 我們要到這種地方去逗留 另外像是常聽見的 千萬不要看 屋嶺30年以上的老房子 還有避免半夜到醫院 或是傍晚到廟房邊走動 這些可都是老一輩人非常重視的 至於年輕人熟知的 大多都是避免鬼月去溪流海邊吸水 但至於這個禁忌 半夜切莫撥打13個機或零 有人這樣看 種種說法 民眾儘管笑笑回應 但還是說能避免就避免 不管相信還是不相信 沒事早點回家 不出入危險場所 當然都盡可能的保平安 也就是說 時時刻刻在夏天的時候 提醒自己 這要注意 這要注意 整夏天再注意 火氣大的時候對不對 巴巴巴就可能燒龍了 大家通通要小心 那麼但是也不要小心過得頭 為什麼呢 因為好多的禁忌 我像那個小孟老師 還有他們在命運 老師所提的禁忌 走出去 不知道不知道 要怎麼走一邊 穿衣衣就不知道 怎麼穿了 真的 他說不要結婚 如果一定要結婚對不對 那不要穿婚紗 要穿禮服 但禮服不能穿全黑 又全黑的話 今年不是本來就不暖臉嗎 好兄弟會以為是自己人 你知道嗎 不要穿全白 穿全白的話 好兄弟會以為你們家有辦傷事 聽不完 不要穿全紅 全紅的話 好兄弟會以為全身都是血 我實在是趕不去就好 沒趕不去吃百里 但是隨時隨地提醒 那像我常常聽到一個故事 各位到醫院去 還是三進八夜 在這個農曆鬼月的時候 注意就是說 不要靠著牆壁這樣走 晚上 都不要靠牆壁走 到醫院去的時候 也是一樣 盡量在坐電梯的時候 不要靠著牆走 他們有他們的禁忌 姑且聽之 沒有想到烏肉偏逢連夜雨 中國整個半個中國幾乎都遇到了洪水水災災情 今年已經編了第25號的洪水 創下26年來的紀錄 對 那因為他每次會被編成洪水 就是說他基本上是因為水患造成 但是你看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25次了 那現在才七月份而已 才剛進八月份 後面還有下半年的時間 所以中國大陸來講 水患確實是個大問題 而且過去沒有水患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水患都嚴重 我先讓大家看黑龍江的這個畫面 是在黑龍江一度一度被認為叫做大米之鄉 因為他那個地方 其實經過這個土壤改良 還有一些改造之後 可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在他的都市的部分 他們在當地有個名詞叫做城市看海 為什麼要看海 沒跑到海邊去 都市裡面就看得到 整個都已經水汪汪 而且那個你看 他其實水淹的都蠻高的 那我們就講 如果他不是說賓海的這個地方 那你這個水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夠退掉 那這個其實以武昌市這個地方來說 他已經被已經開始發佈 這個所謂的暴雨的紅色預警 你知道 而且如果你再往回推 事實上八月一號開始的時候 他整個那個所謂的黑龍江的牡丹江流域 那個地方 因為他不斷的下雨 而且上游的水一直下來 我覺得他比較可怕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他如果上游的水 都一直沒有下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也有傳出來講說 其實我們像這種所謂大的河流或是什麼 最上方其實都有建水庫 所以是不是也有水庫洩洪的問題 導致他要下游 你看那個那個整個這樣 一直衝衝衝衝過去 那你都市是這樣 那你對於這種所謂鄉村的這個部分 那個損失到目前為止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作為計算 你知道 那其實你說像這種 如果是大雨或幹嘛的 你的這個這個這個災害或什麼的 你可能會知道說 因為下雨造成了 可是如果無風無雨或無難的時候 突然整個山崩地裡 我告訴你你也會怕事你知道嗎 事實上八月一號開始的時候 他整個那個所謂的黑龍江的 牡丹江流域那個地方 因為他不斷的下雨 而且上游的水一直下來 我覺得他比較可怕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他如果上游的水 都一直沒有下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也有傳出來講說 其實我們像這種所謂大的河流或是什麼 最上方其實都有建水庫 所以是不是也有水庫洩洪的問題 導致他要下游 你看那個那個整個這樣 一直衝衝衝衝過去 那你都市是這樣 那你對於這種所謂鄉村的這個部分 那個損失到目前為止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作為計算 你知道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你其實看地上是有點濕 我的天啊 但是它不是路大雨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會在想到我們當初 是像那個什麼國道三號 在山東這個地方 四個在沼山 它就是整片這樣 整個衝衝 你剛才看 它整個土下來的時候 它有一輛黑色的車 快衝衝過了 人家在山那差不多一秒的距離 還好它沒有人被活埋在這個地方 你要說活埋下去 那不是更可怕嗎 可是我們就回來看 你說像這個 因為它那個 其實老實講 它山壁體積已經鬆動了 那你說在山東這個地方 湖南在最近的時候也很可怕 湖南在最近的時候一樣是下大雨 而且你在畫面上 你會想說 你剛才拿那個黑龍江的畫面來撥 不是 這是在湖南 而且你看它現在已經最少有